刘八 自子彻 玲玲征阳 京湖南少东人 祖父刘耀 苍吴太守 父刘祥 江夏太守 荡口将军 公元190年 刘八霍碧玲玲 为郡主祭祖部 公元208年 曹操南下荆州 刘八北上投奔曹操 赤逼战后 奉曹操之命回江南昭小 刘备深恨刘八 诸葛亮劝刘八留下 刘八不从 因无法复命曹操 刘八便南下荆州 改姓张 辗转进入一州 投刘张麾下 公元211年 刘备取一州 刘八归父辈 为左将军西曹苑 刘备称帝的第二年 刘八病逝 此人的才干 连诸葛亮都自叹不如 挖掘最给力的也是诸葛亮 为了把他请出来 刘备阵营几乎是全部动员 这位架子奇大的刘八 何许人也 刘八自子初 是荆州世家名人 少年时就很有才感 不过却是打从他出名开始 就以讨厌刘备出名 偏偏他跟刘备有缘到了极点 不管他怎么闪 都会遇到刘备 他18岁时 在荆州担任郡署户曹丽主继组部 当时刘备正好来荆州投奔刘表 刘八何时开始讨厌刘备 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这时他已经十分有名气 刘备叫刘表的生儿周不仪去向他求学 刘八一听是刘备介绍的 拼命推辞 说自己承担不起 大大谦虚了一番 本来这只能证明他很谦虚 不能证明他讨厌刘备 但是不久之后 刘备就发现原来他真的是讨厌自己的 在赤壁之战前夕 刘备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 开始逃难 荆州的士卒都跟着刘备走 只有刘八一个人往北上 去找曹操 这下可表明他宁愿去当叛徒也不要跟着刘备 曹操对他的投奔又惊又喜 任命他作愿 后来曹操叫他去招府长沙 林林等地 这是唯以极大的众人 刘八说 我不去曹操很奇怪 我要重用你 你居然不肯 当然就问原因了 刘八瞅着脸说 刘备在荆州 我不要去 原来长沙等地就在荆州以南 曹操似乎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义 笑着说 安了 万一你遇到刘备 我派六军去保护你 你说得哦 有了这句保证 刘八才上路了 想不到 他真的很衰 赤壁之战曹操惨败 诸葛亮指导刘备的战略就是去夺长沙 林林等距 刘备入主林林 听说刘八也在这里 非常的高兴 神经少一条的刘备还以为上次他没跟自己南下 是被曹操抓去的关系 当刘备很热情地准备去找刘八叙叙旧 才发现刘八逃走了 而且逃得很远 逃到礁址 刘备再怎么迟钝 也终于发现人家真的不想理自己 闲才是都有点架子没错 但是当初他去三顾茅庐时 孔明虽然也躲了他几次 至少没有逃走啊 刘备觉得很没面子 好像受到蛮大的伤害 如果他知道刘八有多讨厌他 他可能会更伤心 刘八逃到越南还不够 怕刘备通过渠道找到他 刘八还改名换姓 老天好像有一根刘八闹 逃到交纸改姓张的刘八 在交纸的太守世纪手下做事 世纪使用无派 也是三国时代少数没有卷入斗争的领导者 或许是刘八给他的意见与他的作风不合 两人处得不好 刘八便离开了 经由张科到时 被一周郡署拘留 差点要被杀掉 索性 太守的主部觉得刘八似乎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便将他送去见见一周目刘章 刘章本来是清曹派 派张松去对曹操表明态度 不料因为张松其貌不扬 曹操对他冷冷淡淡 憋了一肚子气回来的张松便劝刘章和刘备合起来对付曹操 刘章没什么主见 也就同意了 这时刘八被抓到刘章面前 刘章以前就听过他的大名 大喜过望 马上问他对自己有什么好的意见 刘八只给他一个意见 不要接纳刘备 刘章不听 一周果然被刘备并吞 刘八要再度展开他的远离刘备之旅 却被堵住 刘备这回毛起来不让他跑了 孔明写信给刘八说 你躲不掉的 天命如此 刘备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认命吧 给我出来 刘八回心说 我是替刘章办事的 事情没办好 你应该放我回家才对 讲那个什么话 总之 孔明死要活要 还是把刘八要出来了 刘八大概是放弃挣扎 只好答应为刘备效命 但是你可以得到我的身体 不能得到我的心 刘八还是继续讨厌刘备 所谓闲乌吉乌 他对张飞 关羽当然也没有好脸色 那个跟他老哥一样少了一根神经的张飞 居然还兴冲冲地跑到刘八家睡觉 可能是听说刘八讨厌刘备 张飞对他很好奇吧 也可能张飞还说过 他的假名也姓张 我想他可能比较喜欢我 之类很得意的话 也想体验一下大哥跟孔明同他而起 如鱼得水的感觉 便也去跟刘八挤同一张床 刘八没想到除了帮刘备处理公事之外 还要陪他老弟睡 睡就让他睡 我不讲话可以吗 张飞在刘八家赖了一整天 东问西问 刘八都没开口吐出一个字 张飞终于发现刘八不欢迎自己 张飞气得哇哇叫 孔明赶快居中调解 刘八还是爱理不理地说 我干嘛要理他 最好笑的是 这件事居然连吴国都知道了 吴国君臣在东家长西家短时 聊到这事 张昭说 刘八实在是很不上道 对张飞这么没礼貌孙全说 刘八就是这样嘛 高人都是有架子的 刘八虽然很拽 却有拽的本钱 在刘备公娶一周之后 国库空空 刘备十分忧心 刘八说 小事一件 三个动作搞定 一 住职百前的铜板通行 二 统一全国物价 三 实行公卖制度真不是盖的 数月之间 府库充实 这件事上面 就可以看出刘八的能力实在罕见 但是他的态度非常被动 事情不塞给他 他绝不会抢着做 想也知道 他本来就是被逼着帮刘备的 当然不会追求表现 蜀国建国之后 赵命公文什么的都是刘八写的 国号年号也都是他定的 但他实在太不愿意被后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因此 关于他的记载确实很少 刘八在张五二年去世 十年只有三十九岁 总计花了十三年堵刘备 最后八年才认命 死后的他 总算可以摆脱刘备 然而 他在天堂只清静了不到一天 刘备就跟来了 没错 刘八去世的第二年 刘备也死了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撞见 真是有缘啊